事事为诸 有一位刘先生 他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人 经常救助老若 也经常放生护生 哇 这条鱼可真大只啊 是啊 这种鱼越大只越好吃 这条鱼是我刚补上来的 你们看 多新鲜啊 你们要买吗 多少钱呢 这一只一百块 啊 这么贵啊 你看这鱼多大只啊 买一百一点也不贵 这种鱼的味道相当美味的 老板 来来 我买了 哦 这不是刘先生吗 刘先生 你不是吃素吗 今天怎么也想买鱼吃呢 不是啦 我买它不是要买来吃的 我是想将它放生 啊 你要把它买下来放生 是的 谢谢你 这位先生正要有善心的 他竟然买下这条鱼要来放生啊 你不认识他吗 他可是一位带善人 经常买鲜鱼虾鸟类来放生 是啊 刘先生非常有菩萨经常的 哦 有一天夜晚 刘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是哪里呢 是谁啊 请问你是谁呢 我是宋朝的曹汉 曹汉 你是北宋的将军曹汉 是的 我的前世在唐朝时代 是个做买卖的商人 偶然经过一间寺院 恰好当时有法师正在讲经 我便发心摘森供养 并听经半日 因为这个善严姻缘 使我生生世世都能做个小官 直到了宋朝时 更当了偏将军 也就是我曹汉 原来是这样啊 不知道曹将军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刘先生啊 听说您是一位大善人 所以我是来求你救我一命的 救你 我要怎么救你啊 明天菜市场第一头被杀的猪就是我 我恳求你可怜可怜我 救我一命啊 第一头要杀的猪是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曹汉吗 怎么又变成猪了 这说来就话长了 我在担任宋朝偏将军时 有一次带兵攻打江州 可是却久攻不下 将军 将军 江州城 引封死守 我们久攻不下 哼 小小的一个江州城 竟然不知死活地阻挡我们大军 立刻调集军队 全力攻城 是 区区一个江州城 竟然害我损失这么多将士 等攻进城后 我肥给他们点颜色悄悄 后来江州城终于被攻了下来 我军也损失惨重 为了攻打你们这个小小的江州城 害我损失了众多将士 今天我就要为他们报仇 来人啊 把江州城里的人全部都给我杀了 是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实在太残忍了 是啊 实在懊悔 正因为我杀业太重 所以受到了惩罚 生生世世 转生伪诛 原来如此啊 杀业深重 是必然会遭到果报的 是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过去我不信因果报应 现在知道了 却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哥哥草民 在命时不肯忘杀一人 结果子孙不肯 而我 却落得如此下场 刘先生啊 明天我就要被宰杀了 求你可怜可怜我 救救我吧 好吧 我答应你 真是太感谢您了 啊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啊 第二天一大早 刘先生便来到了市场 他一到市场 就听在一家杀猪店里 传来安嚎的猪叫声 哦 可能是这家杀猪店 进去看看 老板 请你等一下 不要杀这头猪 曹汉 老板 这头猪请你先别傻 我想把它买下来 你是说 你要买下这整头猪 是的 刘先生出钱买下了这头猪后 便将它带回西园放生 你现在自由了 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刘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刚买下一头猪 将它放生在这里啊 啊 你买猪放生 哦 这头猪可不是一头普通的猪啊 它的前世是北宋的将军曹汉 只因杀业太重而转身为猪 昨天晚上 他托梦给我 求我救他 所以我就把它买来放生了 是吗 这件事听起来还真有些奇特啊 不信的话 你叫他的名字 他会回应你哦 真的吗 那我来试试 曹汉 曹汉 是真的哦 只是他既然已经转世为猪 怎么还能给你托梦呢 或许是因为他前世听讲佛经的一点福报吧 当天晚上 刘先生又一次梦到了曹汉 刘先生 今天多亏了你 今天多亏了你 否则我就要惨遭杀戮 现在我在西园过着无忧的生活 真是太感谢您了 不客气 希望以后你真能回过 早日免除世事为猪的果报 是啊 如果我有机会再次转世为人 我一定要做一位像您这样的大善人 哦 对了 如果平常眼见有像你一样的 悟命要被杀的时候 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解救他们 唯有听到念佛声才能免除痛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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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求您 凡时看见将被宰杀的悟命时 请替他诚心念佛 不但能帮助他们解除苦难 还能超度其脱离恶道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刘先生更加确信因果的真实 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因缘果报是逃不了的 他也更加坚定了 行善基德 放生 互生的信念与决心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nature akarkand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